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介绍一下我怎么样做我的字卡 我在做字卡的时候呢 先在这个Google Drive上面 设一个字卡的folder 它的一个答案夹 然后我做了一个template 就是模板 template的时候 因为要是学生想印的话 可以印出来 那你可以把它的页面的setting改一下 我是设计4x5的 然后apply 这样做好了以后呢 每一课我都用模板来做出来 比方说这是20课的 20课的我已经打好了 打好了以后呢 你可以设定它 把它的音档 用这个online voice recorder 用这个来录音 录好了以后呢 你存在桌面 然后在这个字卡上面 insert插入音档 在插入音档以前 先不要忘记在这个 这个 这个原来的全部都是字卡的 这个档案夹中 去上传你的音档 那我是存在这个桌面 是20课的音档 这个我已经上传好了 上传好了以后呢 你要把这个音档 按右键 改变它的sharing setting 要改成anyone 都可以打开来 然后copy link copy好了以后 你去这边 在第一页 在第一页 insert 音档 这是第20课的 就选这一个 选择 它就会出现了 然后你可以拉到你想要放的地方 放好了以后呢 不要忘记 需要改一下它的setting 改setting 是在这边 format option这边 改它这个音档的setting 要unclick 不要选这个slide change 不要选这个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在present的时候 一按 毕业 找工作 既根 专业 有关 理想 紧张 准备 与其 不如 准备 兴奋 既然 挑选 谈条件 参谋 以免 说错话 收获 了解 今后 今后 奋斗 目标 公主 公主 愉快 这样 这样的话 你的字卡都是会有声音的 他们在play的时候 一起可以看得到你的字 也可以听得到每一个词的念法 好 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怎么样做这个字卡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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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